大家好,我是小猫,小猫夜话讲述最真实的情感故事。 吴小美在日记里写道,关上这扇门,我和文俊是一个世界的人,走出这扇门,我们却是天壤之别,我很想去文俊的世界看看,但现在的我还不行。 吴小美失去保洁员的工作后,偶遇了之前的男雇主文俊,男人需要一个稳定的保洁员,而且也觉得是自己害吴小美失去工作的,于是提出让吴小美做住家保姆。 吴小美通过勤奋用心的工作,赢得了雇主的认可,两人正式签订雇佣合同。 就在她以为生活平稳,一切都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时,却发生了一件麻烦事。 这天,吴小美一个人在家洗澡,忘记关玉室门,被文俊无意闯入,两人都十分尴尬,但好在文俊及时化解并道歉。 然而,当吴小美洗完澡,看到文俊醉酒趴在床上睡着,担心她呼吸不畅,便想帮她一把。 当吴小美走进文俊的卧室,就像走入了一扇无法折返的门,这一晚,彻底打乱了他们之间的平衡。 吴小美本想帮文俊脱掉西装外套,让她睡得更舒服一点,却猝不及防地被她拉住了手,一把拽倒在床上。 文俊半醉半醒间,翻身将她压在身下,垂眸凝视着她,压抑在眸底的情欲,仿佛下一秒就要喷波而出,你来我房间干什么? 吴小美被这么一质问,吓坏了,连忙解释说,你趴着睡,我怕你喘不上气,想给你脱了外套。 文俊的手落在吴小美的脸上,吴小美突然说不下去了。 她俯过她虽然年轻却算不上细腻的肌肤,她不是个美人,可那对干净的眸子却让她怎么也挪不开眼睛。 吴小美就像被文俊的眼神湿了定身术,心跳彻底乱了,大脑一片空白,甚至连呼吸都不会了。 文俊的目光落在她的唇上,慢慢低下头,吻向她。 吴小美莫地睁大眼睛,立即用手捂住自己的嘴巴,几乎都快哭了,哀求着,文俊大哥,你别这样。 文俊吻在她的手背上,抬起头,你不喜欢我。 吴小美连忙摇头,不是,我很喜欢文俊大哥,但,但那种喜欢是羡慕和仰慕,却不敢有爱慕。 罪意浓烈的文俊,谋色越发深了,不管不顾地拿开她的手,深深吻下去,把吴小美剩下的话都吞进了肚子里。 吴小美拼命挣扎,她常年干活,力气并不小,但在一个高大的男人控制下,她的抵抗显得微不足道。 到后来,也许是文俊的罪意沾染了吴小美,她抵抗的动作松懈下来,对这样热烈的拥抱和亲吻,就像着了膜一样。 像文俊这样的男人,吴小美怎么会不心动呢? 只不过,她一直有自知之明,不会自不量力又贪得无厌地去觊觎不属于自己的东西。 当男人冲破少女身体最后一层障碍,吴小美颤抖着用力抱住了她的肩膀,留下了既疼痛又幸福的眼泪。 疯狂地迷乱之后,文俊沉沉睡去,吴小美看着赤身躺在床上的男人,小心地碰了碰她的手,握了握,然后赶紧松开,逃出了卧室。 吴小美连夜收拾行李,离开了文俊的家。 吴小美赶一个人在火车站睡觉,却不敢面对醒来后的文俊,怕看见她脸上一闪而过的厌恶表情。 她是个好人,也许会把那些情绪掩藏好,但她一定会非常痛苦。 谁会希望自己一觉醒来,身边躺着一个不漂亮的村姑?她一定会非常懊恼,甚至感到恶心吧? 只要想着这些,吴小美甚至一秒钟也不想待在这个城市了。 来到火车站,买了回家的车票,坐在后车大厅里,吴小美拿出手机写了一条信息,文俊大哥,谢谢你这段时间的照顾,昨天晚上是我不对,给你带来困扰了,很抱歉,祝你工作顺利,身体健康。 发完这条短信后,吴小美就关掉了手机,踏上了归家的火车。 回到老家后,吴小美在县城找了一份服务员的工作,肯定不如在大城市挣得多,但回到属于自己的地方,她感觉很踏实,也很有安全感。 可是,每一次她经过建筑工地,仰头看向那些在建的楼房,就会忍不住想,也不知道文俊大哥最近在设计什么样子的大楼。 她甚至有一次跑到县城的新华书店,去找建筑类的书籍,那些她读不懂的术语,她却读得津津有味,好像这样就能无限接近她了。 不过,那天她没买建筑类书籍,而是买了一套英语工具书,回到家又把弟弟的英语书借来,开始从头学习。 她记得,有一次文俊在电话里讲着流利的英文,可她只听懂了挂电话石文俊说的一个词,拜。 邻居大嫂看见她每天早上读英语,就问她,小美啊,你为啥突然想学英语了,你们饭店又不接待外宾? 吴小美只是笑,也不解释,每天啃那些难记的单词,还把自己难听的发音录下来,反复听。 她也说不出来,为什么自己突然想学英语了,大概是对她来说足够难学。 她想用自己难听的发音,提醒自己,她到底是谁。 想用这一个个难记的单词提醒自己,文俊大哥的世界到底是多么高远。 可越是意识到自己和文俊大哥的差距,她就越拼命地学。 她买来高三的英语试卷来做,既然已经能考到一百分以上,她的发音也越来越标准了。 英语对她来说,不那么难了,但她还是那个什么都没有的乡下姑娘,于是她一边继续学英语,一边想着新的打击自己的方法。 她决定学计算机,学Photoshop,学编程。 她的老师是网吧的老板,小老板学历不高,中专毕业,但也算是数业有专攻。 她长得圆圆胖胖的,年龄快四十岁了,离过婚,没有孩子,开着网吧混日子。 她教小美电脑,小美帮她打扫网吧。 但小老板对小美的期待可远不是打扫卫生这么简单。 当小美可以独立编写简单的小游戏了,她高兴得不得了,小老板也红着脸,跟吴小美求婚了。 吴小美一下子就慌了,她没有答应,而且再也不敢去跟小老板学电脑了。 小老板没有轻易放弃,她拎着十斤鸡蛋,两条云烟,还有一套金像链金耳环,去了小美家里,正式提亲。 除此之外,她还包了五万块的红包。 吴小美一样也没收,低着头把她送出去。 小老板说,我知道自己年龄大,又离过婚,但你家这样的条件,其实你也不好找婆家,你放心,我会对你好的, 也能帮你照顾你家里人。 吴小美依然低着头,大哥,你路上慢点,我该给我爹做饭去了。 末了,小老板叹了口气说,你要是反悔了,再来找我吧。 小老板走后,因中风卧病在床的吴父,把吴小美叫到床边,愧疚地对女儿说, 小美啊,爹知道你不喜欢那人,爹也想让你嫁的年轻小伙子,可咱家这情况。 吴父没说下去,小美也眼圈红红的, 你踏踏实实修养身体,我的事儿,我自己惦记。 吴父叹了口气,你一个女孩子,总不能一辈子不嫁人吧。 有个男人帮你,你就不用这么累了。 爹知道,你去过大城市,见过大市面,看不上小地方的男人,可这就是咱们的命啊。 父女两人聊完,吴小美依然没有改变主意。 但老天爷就是喜欢作弄人,一个礼拜之后,原本还能下床挪动着走走的吴父,突然坐不起来了,大半个身子都没有直觉,连吃饭都困难。 吴小美叫来救护车,把父亲送去医院,中风加重了。 吴小美拿不出治疗费,她想到了募捐,这时候也顾不得面子了,就在朋友圈里发了一条消息,说了自己的难处,希望朋友们能帮帮她。 倒是有人给她捐款,但最多不超过五十块,一上午过去了,才收到不到一千元。 费用交不上,医院就不能继续给她父亲治疗了,难得她坐在走廊椅子直掉眼泪,她想到了小老板的聘礼。 坐在公交车上,她拿出随身携带的单词本,一边流泪,一边默念那些还没记住的英语单词。 这些单词,那些代码,不是文俊大哥世界的敲门砖,也就不了父亲。 和文俊在一起的那个夜晚,就像一个不切实际的梦,现在也该醒了。 下车的时候,吴小美把单词本扔进了公交车的垃圾桶里,一路跑着来到小老板家,红着眼跟她说了父亲的情况,问她之前说的话还做不做数。 小老板连忙点头,说当然算数,拿上钱就跟着小美去了医院,在出租车上,她就拉住了小美的手。 小美没有把手抽出来,扭头看向车窗外。 来到医院后,吴小美带着小老板去缴费,却听到工作人员说,她父亲的医药费已经有人交上了,除去治疗费,卡上余额还有十万。 吴小美大惊,以为医院搞错了,就让人再查一遍。 不用查了,是我缴的。 熟悉的男人声音从吴小美身后传来,她惊恶转身,看向走廊里的男子。 她站在那里,像一道光,照亮了吴小美的全世界。 文俊大哥,你怎么在这? 你走后我一直在找你,多亏了你在朋友圈发的带定位的求助信息。 吴小美听完却更加惊讶了,她明明把文俊大哥拉黑了呀。 文俊好像看出了她的疑惑,解释说, 我用别的微信号添加了你,怕又把你吓跑,就没跟你打过招呼。 旁边的小老板以雄性动物特有的敏锐嗅觉,嗅出了面前这帅小伙来者不善。 她拉住吴小美的手腕,拽到自己身后,凶巴巴地说, 你谁呀,找小美干什么? 文俊看了一眼她的手,又看向吴小美。 吴小美赶紧挣脱了小老板,低垂下头。 文俊来到他们面前,拉过吴小美的手,对她说, 我是她男朋友,之前她在城里打工,一直和我住在一起,她没告诉你吗? 吴小美只觉得整颗心都要跳出来了似的,文俊大哥是认真的吗? 怎么可能呢?而且干嘛要强调他们住在一起呀? 小老板不敢置信地看向小美,原来你有对象了,还跟她睡过了。 她张张嘴,不知道该说什么,见小美不说话,小老板气愤极了, 我就是再缺女人,也不碰二手货。 小老板气呼呼地走了,只留下吴小美和文俊。 她把手抽出来,羞耻地低着头,根本不敢看文俊。 小老板的话让她想起了那个错误的晚上,她觉得自己没脸见文俊。 文俊却偏偏提起了那天晚上的事情, 我那天喝醉了,但还没糊涂,我是因为喜欢你才没控制住, 是我不好,我不该在那种情况下要了你,吓到你了吧。 文俊低声地问着,吴小美正愣愣地看着她, 你怎么会喜欢我呢,我不好看,又没学历, 家里还有生病的父亲要照顾,有弟弟妹妹得供养, 我和你根本就不是一个世界的,我有什么值得你喜欢的。 走廊里有其他人经过,路人听到吴小美的话, 忍不住看向他们,好像都在等着看热闹似的。 文俊清了清嗓子,你确定要我在这说吗? 突然发生的这一切,已经让吴小美的脑袋乱套了, 她只想立刻知道答案,于是用力点了点头。 文俊温柔地看着她,无奈地说, 好吧,你虽然不是很好看,但你笑起来还挺可爱的, 你学历低,但你并不笨,做事又勤快, 你虽然没钱,可你也不贪财,再说我不需要你的钱, 也有能力照应你家里,至于不是一个世界, 我觉得你冤枉我了,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 还在工地搬砖呢? 吴小美不敢置信地看着她,你搬过砖。 文俊认真地点点头,搬过,不过我不想搬一辈子砖, 我一直梦想着自己设计大楼。 我比你走运的是,我遇到了一个愿意带我的老建筑师, 也是在她的资助下,我才一步步走到了今天。 可我还是不相信你喜欢我, 到了这个时候,吴小美已经从不相信文俊喜欢自己, 变成害怕接受这份感情了。 文俊在她小麦色的脸上亲了一口, 那就给我时间,让我证明给你看。 等父亲的病情稳定后, 吴小美就跟着文俊回到了城里。 本来,文俊是想把她的家人都接来, 但小美不想让她那么做, 她想等自己真正有能力的时候, 再把家人接来。 她重新回到了文俊家里, 她依然做她的保姆,依然分房睡。 小美说,只有结婚后才可以睡在一起。 文俊很尊重她, 尽管这样对她来说很煎熬, 也很残忍。 所以,这天文俊去上班, 走到门口又折回来, 对小美说, 小美,什么时候才算时机成熟, 你才愿意跟我结婚啊, 你今年才21, 可我已经30岁了, 为我考虑考虑吧。 小美心里暖暖的, 却也很为难, 我还没考下来二几口一证书, 还没收到95金呢。 在她心里, 一直觉得自己不能只会做家务, 她得有所长, 才能配得上文俊, 而且不只要头脑配得上, 她还要求自己有苗条匀称的身材。 这就苦了文俊了, 她焦急地说, 那个证很难考的, 再说, 我又不用你去当翻译官, 要不咱们换个目标, 简单点的, 还有那个95金, 算什么目标啊, 我真的不在乎你多两斤肉啊。 可是, 我在乎, 我不想让别人笑话你找了个什么都不会, 又胖又穷的保姆, 那就一百斤, 瘦到一百斤, 就跟我领证去, 翻译证等结婚了再考也行。 吴小美困惑地看着她, 她不能理解, 文俊这么好的条件, 多等两年, 没准还能遇到更好的姑娘呢, 干嘛这么着急在她这棵树上吊死呢? 其实她才是那个该着急结婚的人, 只不过, 她觉得现在的自己不够好, 不想让文俊娶了她再后悔。 于是, 她问了出来, 你怎么那么着急呀? 文俊说, 我怕你被别的男人发现, 得先站住。 吴小美一下子红了脸, 你, 你不是早就站住我了? 她的好, 文俊早就发现了, 只有她自己不知道。 文俊跟她怎么说, 她都不信。 所以, 文俊也在想着, 也许让小美真的学点什么, 做一份她认为更好的工作, 才能让她建立自信吧, 她只好再次忍耐住, 继续当一个不怀好意的男雇主, 天天琢磨着, 怎么让这个要强的姑娘投入她的怀抱。 一周后的一个下午, 吴小美做完家务, 就在客厅铺好瑜伽垫, 换上轻便的服装, 准备做锻炼。 正当她练得浑身冒汗时, 文俊突然回来了, 公司临时安排出差, 我今天晚上就得走, 回来拿几件衣服。 吴小美赶紧去帮她准备行李箱, 一边帮她收拾衣服, 一边问她要出差几天。 文俊看着她紧致的腰线, 鹅脚被汗打湿的头发, 哑着嗓子说了句, 你肯定瘦到一百斤了吧? 没有啊, 吴小美其实已经从一百二十斤 捡到九十九斤了, 但她还没达到目标, 所以她一直骗文俊说她没瘦。 文俊却直接把她打横抱起来, 很轻了, 不用剪了。 吴小美不好意思地拍打她, 文俊大哥, 你快放我下来呀, 我还没给你收拾好衣服呢。 文俊却直接把她放在床上, 小美, 我不想等了。 吴小美挣扎了一下, 就乖乖由她抱着了, 红着脸, 垂下了眼帘。 吴小美这个倔姑娘, 最后还真的是拿到了二级口译证书, 才跟文俊去领了结婚证, 那时候, 吴小美都二十三了。 其实她再不拿到证书, 文俊都打算办个假证给她了。 吴小美学英语这事儿, 当然不只是她较真行为, 更不是做了无用工。 她凭借着自己优秀的英语水平, 在一家大型外贸公司找到了工作, 虽然还有很多要学习的, 但她已经不再是当年那个畏畏缩缩, 腰板都挺不值得小小保洁云了。 她能穿上S码的裙子, 也能自信地走在阳光下了。 在他们结婚后, 吴小美便打算把父亲和弟弟妹妹接到城里来了。 文俊帮她在现在住的小区里, 首付了一套二手房, 吴小美用自己挣来的钱来偿还房贷。 正式开始装修前, 文俊找了一位保洁员, 帮忙打扫杂物。 本来吴小美想自己来做卫生, 但她工作也挺忙, 便由文俊决定了。 这天, 她下班后直接去新房, 想帮她收拾一下, 一推门进去, 却发现保洁人竟然是三年前诬陷自己的室友小慧。 小慧看见吴小美后, 也非常诧异, 盯着小美上下打量了两遍, 才说服自己相信, 眼前这个气质沉静, 神态自信的精致女人, 就是当年那个剪别人就衣服穿的乡下丫头。 哟, 麻雀飞上枝头变凤凰了, 小慧的开场白, 让吴小美叹了口气, 你回去吧, 剩下的我自己来做就行了。 使唤曾经的同事来给自己的同事, 自己打扫, 吴小美心里不太舒服, 而且小慧对她有敌意, 她也不喜欢小慧, 还不如各自眼不见心不凡。 可小慧却不依不饶的, 她靠在窗边, 挥着手里的抹布, 翻着白眼说, 可惜呀, 麻雀在飞上枝头, 也是个麻雀, 待在凤凰窝里, 永远是个笑话, 等人家对你这小麻雀的新鲜劲过去了, 照样一脚把你踢开。 吴小美脸色微微发白, 但压抑着没有发作, 她不想跟小慧吵架, 也不想继续待在这了, 就想先回家去。 正要出门, 文俊和一个外国人走进来, 文俊一看小美在, 便笑着跟自己的外国朋友Steel介绍说, 这是她的妻子, 吴小美。 吴小美用流利的英文跟Steel打了招呼, 这才知道, 原来这是文俊在国外读建筑时的同学, 主修室内设计的, 现在在中国工作。 Steel一听说, 文俊要给自己的岳父装修房子, 就热心地来帮忙了。 之后, 文俊让吴小美把父亲的情况和家人的生活习惯告诉Steel, 这样她在设计的时候, 就可以都考虑进去。 吴小美十分感激Steel, 也因文俊为她用心做的一切而感动, 之后, 她用英文对设计师说了大致需求。 在吴小美和设计师交流时, 一旁做宝洁的小慧终于明白, 眼前的这个女人, 已经不是那只镶下来的小麻雀, 而是拖她换骨, 成了真正让她望尘莫及的凤凰。